有人说天才和疯子只有一线之隔 最能代表这句话的 莫过于19世纪的荷兰名画家范古 范古此时只有37岁 知名画作大多是他精神病恶化后的晚期所画 就让我们从画作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看看吧 这幅家喻户晓的新页 很多人说画得好浪漫 但你知道范古画这幅画石 其实身处法国的精神疗养院吗 根据记载 范古当时站在病房内 彻夜失眠的他 孤零零望着窗外 在将要日出的时分 画下最后一刻的寂静 范古在新页中用了浓稠的笔触 深蓝色油彩 没有调过色 如果仔细看 还能看到一圈圈的波浪 有人说范古借鉴了日本服饰会的名画 但也可解读为范古冰镇发作时 躁欲至思觉失调 所见的世界扭曲而喧嚣 如果新页真是范古的内心投射 那么他一生究竟遇过什么磨难 多次失恋的范古曾说 范古年轻时曾向三个女人求婚过 19岁时跟表姐Carily表白失败 隔年爱上了房东的女儿Eugenie 28岁时又向刚丧偶的表姐Kee求婚 三个女人统统拒绝范古的爱意 生于保守教会家庭的范古 后来反而被妓女等风尘女子吸引 更成为她创作的敌感之一 在众多妓女中 CM与范古维持了醉酒的关系 范古收留了被男人遗弃的CM和她的女儿 CM也成为范古练习人像话的对象 两个可怜人心心相惜 论及婚嫁 范古的弟弟CM却激烈反对 两人最终分手 CM分手后做回妓女维持生计 1904年也是范古自杀死后14年 54岁的CM也跳河自尽 这两张人像话是范古死前的最后一段情 她是范古精神科医生的女儿 她女儿玛格丽特当年大约20岁 有谣言说 范古跟她发展过一段地下恋情 无奈医生暗中阻止 范古死后 玛格丽特终生未婚 更把范古的画作画在家中44年 范古一生找不到爱侣 直接触发她疯掉 把耳朵割下来的是同性密友 艺术家高庚 范古认定她是偶像间之一 要求弟弟付钱 包食素和车马费 邀请高庚到自己的黄色小屋创作 初期范古和高庚相互启发 画下不少对象一样 但风格迥异的作品 像是这两幅灵印道写生 范古注重写诗 高庚则注入想象力 加入了不存在的小河 和变形的钟楼 咖啡馆老板娘的人像画 范古在女子旁边加上书本 高庚则如实呈现 女子的风尘俗位 范古和高庚个性水火不容 相处两个月后吵架闹翻 范古画下这两幅绝别之作 范古的椅子用明亮鲜艳的黄色 暗喻她的狂热激情 高庚的椅子用暗沉的酒红色调 象征高庚的冷静理性 情感不外露之余 更有一种顾高的自傲 两幅画透露出两人个性中 无法磨合之处 两人绝交后 范古本来想用刀杀死高庚 却把自己佐尔割下来送给一个妓女 更因此被送去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的日子 范古最常画静态的自然景色 花草树木被城墙包围的麦田等 然而谁又预测到 麦田最后竟成了她的自杀之地 出任后范古住在僻静的奥维尔小镇 她曾在小镇里的麦田写生 有一天她在这里拿出手枪 射向腹部 两天后因流血不止逝世 这幅麦田里的乌鸦 有人说飞起的乌鸦是死亡的预言 乌鸦飞起的一瞬间 是因为子弹发射的枪声 惊动了整片田野 麦田旁的三条岔路 仿佛都通向未知之处 范古选择走上中间那条 命定的死亡之路 不过近年有专家说 范古是被16岁的 Grand Secret误杀 他是在小镇中的小霸王 曾欺凌孤僻的范古 范古死前的遗言是这么说的 这一幅在永恒之门 或许最能表达范古 生而为人的痛苦 他因年早逝 但经历的苦难如横河般漫长 化妆主角是一名退休军人 但也仿佛是他靠着想象力 画出了垂牢的自己 似乎说着 嗨 你看得到吗 我已经看到刚刚活动的新闻了 你看得到吗 加入考评一五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 现在趁苹果免费 赶快加入哦 你看得到吗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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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